來 關心的是這個基隆上風陽庫 所發生的這個大遊客 勃載以外 曾經出生事件 兵修上 蔡英文總統 今天早上去三宗 看黨宗的事件 因為這個疫苗 很麻煩一些主體跟加油站 所以基隆市場吃過量 有了要求國防部 應該要將這個大遊客 前一天進去主體區 早上就關去三宗 來探視因為勃載以外 受黨宗的事件 總統蔡英文來委員加息 當然說一定會用最好的醫療 讓最佳早日恐慌 基隆上風陽庫大遊客 二次發生復習案 作成這個事關兵修上 因為洞窟 挖近加油站 市場生活區 基隆的民眾也都很關心 這件復習案 當然是大家是最願意 所以都比較沒人到的地方 政府也要有作為 把它做好安全 跟給人民有充分的明白 基隆的基隆 願望說生活可以平安 基隆市長有吃國糧 他的態度很堅定 要求國防部 就要今天來牽索 彈藥庫要牽走 已經是藍綠兩黨 在當地的一個共識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共識之下 我們可以跟國防部 在一定期間內好好協商 然後希望完成彈藥庫 他彈藥庫的位置 絕對是偏開這個居民所在的地方 因為這件事情要整個要搬遷 我跟各位坦白報告 我們需要時間 要逐年逐年來 這點特別請大家能夠諒解一下 對齊國糧還有地方 南歷的議員 他欲求牽索的訴求 早前也來探視 國防部長區國情 他表示說 要牽索堂藥庫 這不是說誰說誰可以做 就要照旗艦來處理 希望大家可以諒解 也講到說 堂藥庫檢查的訴官兵 不是親差跟公差來的 都是有合計證照的 復習案一定會來進一步 跟規劃清掃 記者 中學報告